嗨大家好我是YG 今天我們要來玩這個艾爾登法環高效賺錢法第四集 這次的方法一分鐘居然可以賺到大約8萬塊 10分鐘就能賺到80萬 一小時就能賺到480萬 比之前的烏鴉自殺法更有效率 只不過這個方法大概是歸類在中後期才能去使用 並且在武器和等級上也有一定的要求 OK那我們廢話不多說直接開始吧 那首先我們要先來到蒙格文王朝 通往王朝的崖上道路這個四伏 不知道要怎麼去的朋友可以參考一下右上角的資訊卡 這部影片有詳細教大家怎麼去到這個地圖 那或者是之前有觀眾說他們不小心把白面具給殺掉了 OK那沒辦法透過白面具到蒙格文王朝的話那沒關係 等待影片最後我會提供從血緣地圖到蒙格文王朝的方法 好的那回到正題我們在這個四伏右邊有看到好幾個小外星人 我們的刷法就是把這幾隻小外星人給打死 一隻大概2000多的經驗 不過我們要用的方法是使用AOE技能一次打好幾隻 這樣才會快 打完之後直接傳回四伏刷新 那我推薦的武器是碎星大劍 那這把武器要在打魔女拉尼的支線的時候 打到碎星這個BOSS 打完他之後我們就可以獲得他的追憶了 那再來我們回到大四伏 也就是我們常常說的圓桌 找雙子阿嬤把這個換成碎星大劍 不過這把碎星大劍他比較要求一點是 他的力氣要38 拿到之後建議各位可以先去找鐵匠升級 升到至少加4 這樣等等拿放AOE技能的時候 輸出才能夠把那些外星人一次秒 那如果還是秒不掉的話我們就往上升 那這把碎星大劍要升級的話 他是需要10射的鍛造石的 那這個東西可以在哪裡買呢?想知道的話 可以看一下右上角那支影片 OK那接下來就回到我們刷錢的地方 那我們就帶著這把碎星大劍 站在大概這隻怪的面前 那等一下我們就是按戰技鍵 也就是LT PS手把的話是L2 那連續按兩次 第一次是把周圍的怪全部吸過來 那第二次是砍下去 那砍完之後我們就馬上開地圖 然後直接飛回旁邊的那個伺服 這時候大家就可以發現 我們的帳戶就大概多了2萬塊了 那之後我們就是回去 一直重複這個動作就可以了 那這個應該是目前透過正規方法最快的賺錢法了 那這個方法提供給大家 那如果各位有什麼其他推薦的AOE武器的話 也歡迎在下面分享 那如果你喜歡這個方法的話 或是卡關的就可以用 不喜歡想透過實力打贏王的話 貫徹魂系遊戲的精髓 OK那我欣賞你 這個方法你不要用沒關係 看看就好了 那今天的影片主題大概就先到這邊 希望有幫助到各位 那等等後面會帶大家走過 血緣通往蒙格溫王朝的詳細流程 那有興趣的朋友就可以繼續看下去囉 那喜歡這支影片 記得幫我按個讚和分享 不想錯過更多資訊 歡迎訂閱和開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 夠了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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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